好啦 今天我老婆整天都在看你的節目啦 我老婆無聊 沒事沒事 抱歉啦 抱歉 這樣也好啦 我老婆覺得幼稚咧 抱歉啦 沒事沒事 好好表現就好了 快 我說我們啦 好好表現 謝謝男哥 謝謝男哥 男哥謝謝啊 男哥我愛你 謝謝 謝謝 我們本來就 我跟你講喔 他說他跟我沒那麼熟 其實我一直跟他講 我說秀慧就照我的認知啊 我真的跟妳很熟 其實呢 到底熟不熟 其實我也真的跟妳很熟 但是我對妳有一股懼怕 懼怕是正常的啊 不是 我一直覺得乃哥 好像那個飯熙穿我 很像眼鏡神 對 隨時 我就不曉得什麼時候會觸摸他 我就一直對他有防備 其實說熟真的很熟 我們那時候大概也快要20多年了 20多次啦 就是20幾年一年 對對對 所以我對乃哥是一直非常非常的尊敬 也許在那個節目上會跟妳抖抖嘴 對妳沒禮貌 但是那個時候出於就是節目效果 喔 妳講效果了喔 對對對 哈哈哈哈 但是那一天喔 妳現在講話都沒小心 對 很容易就講到我們的語助詞了 不是 可能那一天喔 我姨媽可能快要來 妳還有姨媽來 剛走三天啊 都會出去放鞭炮 哈哈哈哈 可能就是 有一股情緒就上來 怎麼嫩就說 怎麼我會很賤 然後我就 乃哥講的那句話 就我頭皮發麻 回家之後我想想 越想越不對 啊為什麼 我上一個節目 怎麼會變成賤呢 就一直想一直想這樣 其實那是一個女人的糾結 其實那個真的沒有什麼 對不起 我真的太不了解女人 真的 以後妳要了解女人 快一點 對 不過不管怎麼樣 今天我們希望借這個事情 也要告訴大家 雖然有誤會 但是呢 即使講出來 講開了 絕對 不要放在心裡 這才是聰明的 放在心裡呢 我告訴你 絕對會生病的 憋在心裡 絕對會生病的 你的心那個砍過不去 我會講 妳是 就像我前面開場版有講 妳不知道妳有沒有聽到 妳如果自己都放不過自己 對 那叫妳自己沒有智慧 沒錯 如果你一直糾結在心裡面 就是自己不放過自己 妳自己可憐 對 所以啊 何必呢 何必這樣子 沒有 現在妳知道我怎麼見 一百個見我都ok了 我已經 已經做了我 復一了 不要這樣子 妳不介意 我介意喔 你現在介意了嗎 我現在很介意喔 那現在我換了 人家說 下次我跟妳見面 我跟妳碰面 不要講跟我見面 千萬不要 千萬不要 我明天給妳見行 不要不要不要 我明天給妳送行 也不行 對對對 那也不要喝健健美 不要吃健健糖 對 這樣 好啦 我們今天呢 讓大家甜甜蜜蜜 開開信心 我們送繡惠呢 大概有二十把劍 哈哈哈 這是送你們的 劍 劍 劍劍劍 這太多劍了嘛 萬劍穿心啊 有沒有看到沒有 一次過癮還是到位 所以我跟你講喔 人生啦 請妳幽默一下 掛掘過去就好 真的真的 沒有什麼那個 是 好不好 對 因為那天我去錄她的節目 晨晨跟了無路完 她就說妳有空嗎 看我房間聊天 想說喔好好 我就去 哇 妳敢隨便進她房間 我好佩服妳的感事 我才佩服她的感量耶 我才佩服她耶 敢邀我耶 真的 可以安全的嗎 沒有幾個耶 然後去她就說 秀慧啊 妳這樣處理喔 真正很不妥 我說啊 趁哥麻煩妳就開始吧 我說妳知道 乃哥是什麼樣一個人嗎 她就是一個人 她的個性就是這樣 妳怎麼跟她在一起這麼久 妳不知道她的個性 我說不是 因為我就熊熊聽到那個字 我說妳也知道她是節目效果 她有真的可能罵妳這樣子嗎 我告訴妳 我說 可是我就覺得好像乃哥不太喜歡 她說妳傻了妳 乃哥不喜歡妳 乃哥不喜歡的人 她絕對不會跟她互動 我一句話她都不會講 這句話給我 我跟妳互動太多 對 我想說 欸對 那乃哥每次我去她節目 她都一直弄喔 包括我穿什麼她也要弄 我講什麼她也要弄 對啊那天她說 我說妳每次都站穩這一隊 她說我每次都輸 她說那我下次倒成的那隊 我說倒成的那隊 她說下次還要站妳這一隊 我說那妳站著這一隊 我就那一集我就不錄了 就是這樣開玩笑 看不下去 所以我就想說 對一語驚奇夢中原 對所以我才開了一個直播 我才跟乃哥道歉說 真的很抱歉 沒有沒有 我在太幼稚 不用道歉 我們都沒有誰對誰錯 我講真的沒有誰對誰錯 這是一個大家可能對 我還是要講那個 你說聽者說者無心聽者有意 那妳可能有意嘛 那我是說者無心嘛 我們兩個都沒錯 對不對 我說者無心 那妳聽者有意 妳聽者有意 妳就講出來 就沒有事了 對不對 就只是當下沒有講 才會造成後面這件事情 所以都沒有關係 我們就當做社會的一面鏡子 小的誤會 當下解釋 解釋開來 大家都不會有任何人不開心 這就好像英雄喜 英雄不打不相識 我覺得這個結局也滿圓滿的 不會是真的人家謝謝你 不會 真的 真的 我們今天沒有什麼任何的那種 虛偽啊 不會 我要 秀慧的個性也是一樣 對 我跟小男生其實沒什麼 那真的 雙魚做的知道就好了 對 感謝大家 你看 勞勢共眾這麼多人啊 謝謝你們 擁抱 嗨大家好 我是楊學會 秀慧姐 可以先分享就是說 答應這一次的見面會 是馬上就答應了 還是有思考一下下 就是這個破冰的記者會 因為我大概有思考三秒鐘 為什麼呢 因為我十月十號去剪了 我的這個 我去照腸胃鏡 然後剪了洗肉 那醫生有交代我說這個 一個禮拜要多休息 然後呢最好也不要太勞 也不能提重 吃東西也要清淡為主 這樣不能太辛辣 那所以我就心裡想著說 我要休息一個禮拜 誰知道才休息兩天 然後就接到會節目的這個電話說 乃哥邀請我 說實話 我想了三秒 我是要休息呢 還是要去接這個通告 後來三秒以後我覺得 我應該要去接這個通告 因為我沒有接這個通告的話 會被誤會說 你是不是去接 所以我當下我想說 不管你是割席肉還是割大腸 你一定都要去接這個節目 不用爬的也要爬去 對 了解 等一下有想過說 等一下的那個記者會有想說 要怎麼跟乃哥說嗎 我一定就是要跟乃哥講說 請他原諒我的幼稚 因為雖然已經快要60歲 其實我心智年齡 大概在16歲 我是一個非常幼稚的人 真的真的 那有時候人生難免總是思考 沒有那麼周全 然後也有讓那個 乃哥傷神的地方 那一定要請他多多的包涵 也謝謝他的原諒 那這一次的這個事情 有對你的生活周遭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影響 就是比較多的地方 嗯 一則以喜 一則以憂啦 你知道緣都是 一體兩面嘛 對不對 那支持你的人當然就是很支持 不管你走到哪裡 大家都說 秀依加油 我們挺你 好 這聽得到好像很溫暖 那也有不挺你的說 啊我挺乃哥啊 你就是不對啊 你就是啊 怎麼樣 這什麼話我們都會有聽過 但是呢 我總是認為這是我們的養分 不管人家說你好的 不管人家說你壞的 這以後都是我的這個養分 遇到什麼事情的話 我會很快的就會消化 嗯 了解 那回想一下自己以前 跟乃哥合作有沒有 自己比較印象深刻的一些經驗 其實我跟乃哥認識應該有 一二十年這是 這是一定有的啦 嗯 我覺得應該有超過三十年啦 蠻久的 但是我們以前說實話 都只有在檯面上 就是 插顆打魂嘛 那就是點點消微啊 互相就是 講來講去這樣子 很少在私底下 有什麼交集 那就這一年當中 比較有交集的就是 我跟乃哥有的共同朋友 有一集去吃飯 然後乃哥也邀請我去參加 他隔日子的結婚典禮 我也非常非常的開心這樣 那說實話 你僅止這樣喔 我對乃哥的個性 真的不瞭解 真的不瞭解 我對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什麼 到現在還永生 他以前有個節目叫做自尊百家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記得 那有一次我們 你知道以前那個年代的化妝間 就很小 很小 那有一次呢 我就進去這個化妝間 就剛好看到乃哥 就翹著二郎腿 翹在座上 然後呢 他手在幹嘛 他手在扒一根香蕉 然後我就在旁邊一直看他 然後他就把香蕉輕輕的送到他嘴巴 就咬了下去 我心裡在想說 怎麼會連年吃香蕉都那麼帥 然後想看那一根香蕉 那時候就是這個畫面到現在 已經大概說實話應該有二十幾年 我都沒有把它忘記